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给大家带来出的新图,萨达尔港啊,然后玩一下这个据点占领模式,它现在是这个10v10据点占领或者这个团队决战嘛 这个地图我玩了几把,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就是B点的话呢,一旦被拿下的话,其实就很难再拿回来这个B点,我感觉 开机的话,咱们先把一点占一下 然后主要是,咱们这个出身位,这边的出身位打B点的话,稍微会略施一点点啊,对面的话,因为他们那个走廊B点会好手一点 这波的话,我在这边先扔一颗燃烧瓶啊,然后直接烧死一个,然后这边有一个催泪弹,然后往楼梯上扔一个催泪弹啊,然后我陈老师吃了颗闪光 这波咱们去下二楼吧,这张图占二楼是非常重要的啊,占二楼啊 二楼如果能占住的话呢,相对来说的话,这个B点就很难打下来,这波一个提前枪啊,只拿了个助攻啊 然后这波对面的话,他们家二楼是有把机枪一直在扫啊,但小伙子你这样扫的话,你们家B点没了吧,B点没了呀,又不出来对不对 然后的话,他等于说也是多拿人头,多拿点分数啊,等一下有连杀技能可能再出来,也说不定啊,这种是吧 但是我是,我是记住他了啊,这个位置,好,这一波直接先B点扔个燃烧瓶,燃烧瓶,然后再那个催泪弹 看,这一波还,这边有一个人,手走,好,这波出来,这个小伙伴啊,他拿的是三连发的那个手枪啊,直接带走啊 我也陈老师也是被打残了,我带的红色是带的这个快速恢复啊 下一波看一下,来这边提前枪,果然我是因为陈老师听到脚步了,所以提前枪啊,这波放个小车啊 我记住对面这个二楼还是有人的,所以说直接啊,看到了,直接带走啊,小伙伴很嚣张,这一波还是提前枪啊 然后放个反制UAV,啊,赶紧拿助攻啊,反制UAV帮陈老师使劲拿助攻啊 而且反制UAV能破坏对面的雷达,所以说我觉得很划算的啊,队友的话肯定会带有人带UAV的,所以我不用担心 大家看到没有,连续拿了40分的助攻,也不又出来一个,咱们等于说是直接压了对,压到对面家里了,但是注意尽量不要去踩C点啊 因为对面复活点都在C点啊,我去找,而且我陈老师也没带鸣幕弹,所以说打的稍微谨慎一点,你看反正查机帮我无,一直是帮我在拿助攻,这波空对地导弹看陈老师能炸几个啊,这波炸了两个还不错啊 好,B点,B点刚才是没了啊,但是队友的话是把清掉了,但没有关系啊,咱们待会看C点,咱们多透几个人,陈老师不太敢冲出去啊,因为对自己枪我不是很自信,这边其实可以爬梯子上去了,没上去啊,我选择,这波还在这波印一下 这波,看一下,哎,这个分析扫不到,这波提前枪扫,对面直接是尖刺啊,我其实那时候已经反应过来了,但是 哎,这波注意一下,哎,这个复活点是交换了吗,这波直接是杀了两个啊,陈老师这波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否则差点没了啊,他们是绕到我们后面还是复活点交换啊,不是很清楚啊,应该是,反正是复活点交换了吧 这一波的话呢,咱们再,我再去一下这个二楼啊,看一下有没有肉汁啊 这波是对面的话,直接是压加的啊,上半场的话,咱们优势是非常大的 这波直接先扔一颗燃烧瓶啊,直接又果然又烧掉了,再扔一个催泪弹啊,燃烧瓶就把它烧死了 这波呢,再拿一个助攻啊,催泪弹也是可以拿助攻的是吧,很爽 好,队友是放了个空头,这个空头有点嚣张啊,放在他们家附近放空头 即是5比40啊,上半场我们优势还比较大,看一下下半场 上半场陈老师人头数拿的不是很多啊,只拿了十个人头,很丢人啊 这样十打十,上半场至少得拿个十七八个啊,但只拿了十个 看一下下半场陈老师能不能多拿一点 队友你在这边放个半类是什么意思啊,啊,看不懂啊 好,这波的话,先占一下C点啊,咱们直接去一下B点 直接切出这个催泪弹啊,这个催泪弹啊,认屁了,我的天 但是没关系,我们再补个燃烧瓶啊,燃烧瓶直接烧死他 这波再放个反之友,一帮陈老师拿助攻去吧 这波直接放个小车放出去 哎,有小车,哎,往前开了,陈老师出了一个火焰枪啊 前方来了,来了啊,这波火焰枪,哎,对面这边二楼是有人的 直接烧,没烧到,咱没关系,咱们还有啊 这波直接冲去,直接烧,一杀,好,两杀,好,这一波 且还有个协助占领风啊,再等血量恢复一下,好,三杀 哎,等一下没有了,哎哟,对面这个是个人民币玩家 我刚才这个火焰枪,我也是提前自信收枪了 这波有控制机导弹,直接炸死三个,爽啊,爽啊 刚才陈老师火焰枪,我是自信自信收枪了啊 我想再躲,回去躲一下啊,再等血量恢复一下,我可惜了啊 B点没了,被对面拿下了 下半场对面对B点还是非常执着的,这一波直接扫一下 哎,对面二楼是有人的啊,二楼是有人的 刚才没看见,哎,又吃了颗闪光 哦,我的天,oh my god 这波陈老师还是非常执着 我要把这个燃烧瓶扔进去,然后直接扫这个二楼啊 二楼有人直接抱头啊,非常爽 这边再是分磕这个催泪弹 这个催泪弹队友在催泪弹里应该是不会受伤害的吧 所以说这个催泪弹,对吧 队友在催泪弹里应该是不会受伤害 好,这一波直接,哎,前面有个人啊,有点太混乱了 场面,这一波还换子弹,总算是把他收击收走 好,这波二楼下来两个,来一个 好,这波,啊,拿了个杀了一个,拿了个清伤助攻 这波放个小车,咱们要把B点给抢回来,200分了 这波陈老师开始爆发一个,好,两个 好,这波继续扫三个,漂亮 连收三个,再加上这个据点占领啊 一下子分数又很多了啊,一下子空对地又出来 这一波看陈老师炸几个 好,描一下,描一下,好,有没,哎,漂亮,连续四个,非常爽 这个空对地炸的,非常舒服啊 这一波是真的是炸爽了,对面的话,你看,有人是离开房间了 好的啊,咱们基本,哎,那,基本上锁定胜绝 因为这个B点的话,对面很难抢,啊,就算抢回来,咱们也把抢 这波陈老师,因为我是听到脚步的,但是雷达并没有显示啊 这波我看一下,好,这波B点清掉一个,我这波听到是有脚步的 还有脚步的队友,这波我先让个燃烧瓶队友是被干了 更注意后面,果然是有人,大家注意一下,雷达上面只有是有,果然是有人的啊 这一波直接烧死他,然后呢,放个小车,可惜了,怎么他突然出来了 小车还没放出去啊,哎,但是这个小车还好没有浪费啊 这一波对面是,依旧是占这个B点啊 这其实这一线的B点给他们,他们也赢不了了,分数拉开拉太多了啊 差四十几分啊,如果20分以内的话,应该是没问题 这一波的话,队友的话,依旧是不放过这个B点,音秀是要把B点拿回来啊 这一波陈老师直接,燃烧瓶,感觉有人批了,这个燃烧瓶啊 拿了个,小车是拿了个助攻 这一波呢,再放个那个退弹 其实这张图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占领四点就把这个B点守住就赢了啊 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一波再收走,再收走几个,哎,赶紧,哎呦,又要,哎呦,又吃闪光,又吃铝热剑 这不赶紧,哎,对面还是有人在占B点啊,有没有,看能不能陈老师再杀一个 看一下,好,这波再杀一个,好,这波,哎,但是对面二楼是有人了,二楼对面是上来人了 但是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呀 游戏已经结束,下半场陈老师杀蛮多的,主要空队对那两波炸的很爽 好,空队对那两波炸的实在太爽 这张人图的话,陈老师这个选择稳扎稳打嘛,28个人头啊 上半场杀太头,上半场杀太少,下半场勉勉强者还行 其实也不多啊,这张地图我觉得实打是至少30个以上啊,还是比较少 全场的,应该是全场的一个MVP啊,呃,才4000分啊,那确实有点少啊 主要这个地图的话比较混乱,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拜拜